华裔兄弟澄清、实际控制人、公司董事长王忠军先生和实际控制人、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忠磊先生在公司正常履职、已被通缉、已刑事犯罪、被通缉等内容纯属不实信息。 目前,发布者已经主动删除相关不实内容并发表道歉声明。